《建民論推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173期 那麼李克強去世到今天就是11月2號 中共呢在北京對李克強呢進行了一個遺體告別儀式 那麼整個告別儀式的規格呢 我看了一下子跟李鵬當時所處理的這個喪事規格呢區別不大 因為習近平肯定不願意呢在李克強的這個告別儀式上面 跟李鵬呢有什麼更多的區別 就是半高了半低了都不是很合適 因為呢會給別人留下畫柄 那麼參照李鵬的這個呢基本上來講就叫尋慣例嘛 那麼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呢 全部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李鵬遺體告別時候呢胡錦濤只是送了花圈 而93歲的江澤民呢他是公開露面的 李克強這次的遺體告別呢 中共元老基本上全部沒有出場 胡錦濤呢也沒有公開露面只是送了一個花圈 那麼所有的其他中共元老呢都是集體署名在其中一個花圈上 參加告別儀式的所有人都是經過嚴格的報批審查的 那麼習近平呢是率領彭麗媛呢一起去參加了告別儀式 這跟李鵬的那個遺體告別儀式有點區別上一次呢彭麗媛沒去 那麼這一次呢彭麗媛過來呢是因為李鵬和李克強呢是完全有區別的 李鵬是前一代領導人也就是從國家這個禮儀規格上呢 那習近平率領著七常委參加那麼符合呢當時所定下來的政治局常委悼念的時候 給予一體告別的這個儀式而彭麗媛呢他對李鵬呢是隔一代的就參加不參加的無所謂 而李克強這次的區別在哪裡呢李克強是剛剛退任常委的領導人 也就是跟習近平是完全是共識了十年所有政治局的委員常委們 大部分都是李克強在任的時候的部下或者是跟李克強一起工作的同僚 也就是他們跟李克強之間共同工作了這麼幾十年 尤其是最近十年在中央工作呢是接下了深厚的感情的 也就是說在大家共同工作的這個同僚裡面現在有一個人走了 大家去表達自己的懷念悼念之情呢是符合人質場景的 那這種人質場景的話那麼習近平他不能把那個規格提高 他主要是嘛要壓制民眾對李克強懷念悼念的這個規模 他們藉口就是有境外敵對勢力嘛 而胡錦濤大家可以看到自從二十大被習近平把他架勵主席臺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再露面過去年江澤民最高大會胡錦濤都是缺席的 只是參加了呢301醫院一個小範圍的對江澤民一體告別 那算是胡錦濤最後一次參加公開露面 下一次露面我認為胡錦濤一定是掛藝像的時候了 那麼李克強本人是做過三屆政治局常委做過兩屆總理 胡錦濤曾經做過四屆政治局常委做過兩屆總書記 也就是他們兩人都是遵隨中共黨內的規矩 到點就下車根本就沒有練戰 胡錦濤完全可以將歸胡遂案 當年江澤民把班交給胡錦濤時候是留任了兩年的中央軍委主席的啊 那麼胡錦濤也可以這樣做啊這樣做他還是算倒點下車啊 他如果這樣做那顯然習近平在兼任十八大總書記之後 是不能夠完全施展拳腳的 尤其他想打擊所有他的政敵他是辦不到的 比方說像軍委的兩個副主席徐才厄郭不雄 如果胡錦濤是軍委主席那沒有胡錦濤大力的支持 或者說胡錦濤他本人決心要把這兩個人除掉的話 那習近平他這個打虎根本就是落不到徐才厄和郭不雄頭上嘛 軍委主席不是他嘛他根本就沒資格去動人家 另外兩個軍委副主席嘛習近平最多是軍委副主席嘛 如果是胡錦濤戀戰就是不交出軍委主席呢 兩年以後再交出的話可以講習近平那個打虎的勢頭已經下來了 他本來十八大一接任以後安排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 就是要立即把他所有他接任這個政治道路上所有的政敵 尤其是所務重拳的人這些人立馬要少掉 所以他打周永康打薄熙來打另計劃打郭不雄徐才厚 這些人都是一個整體的團夥也就是這些人 他們之間彼此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東一環就扣另外一環如果是習近平根本就少不掉軍隊的這兩個軍委副主席 他這個打虎基本上就半圖而廢了 所以這都是先帝胡錦濤給習近平創造的優惠的條件 也就是胡錦濤完全是裸退嘛 把所有的權力交給你習近平手上 所以習近平掌權之後他才可以大肆的施展手腳啊 但是他施展手腳之後他就要壓制李克強嘛 這就導致了李克強是中共建政以後所有的總理裡面 權力最少的一個活著最窩囊的一個總理 十年完全是被習近平壓制 但是總理本身之前之類的他應有的權力全給習近平剝奪了嘛 所以說呢李克強他根本就沒辦法在他這個總理職位上面 能夠推廣他自己的什麼克強經濟學啦 能夠去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他自己接下前朝董理朱鎔基和溫家寶 他們傳過來的這個接力棒啊他根本做不到啊 而朱鎔基也好溫家寶也好 他們之所以在總理任職上面他們有相當大的權限 可以推廣他們自己所有的改革開放的各種新的計劃 那都是因為黨政之間是分開的 也就是江振明他至少和胡錦濤一樣都是容忍同朝為官的總理呢 可以在黨政方面大家就是你管你的黨他管他的政 最終就是由於黨政分開能夠把政務工作呢落到實處 無論是朱鎔基同朝為官的江澤民還是溫家寶同朝為官的胡錦濤 他們通通的什麼都是能夠遵循黨政分開各管一攤各自負責各自領域的工作 最終什麼互相支持才不讓朱鎔基和溫家寶施展了很多手腳 能夠在他們的任上能夠推行很多他們想完成的治國理政的各種工作 而到了李克強就不行了到了李克強李克強也強調就是我們黨政分開啊 那麼他這種黨政分開對習近平來講的話就是完全要剝奪你的所謂黨政分開 也就是黨指揮一切你這個政要聽黨的國務院的所有的權限 習近平成立了亂七八糟的各個小組把李克強的職務全拿掉了 李克強根本沒辦法去發揮他自己作為總理的一個職責 而李克強肯定是力爭的也就是希望能保留他自己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權限 能夠施展他自己的才華問題是李克強真的爭不過來啊 他因爲什麼黨權一是習近平控制的再一個老王啊 王岐山只有曾經在政治局常委會上面這個冷嘲熱諷甚至是警告李克強 也就是王岐山在十八大時候配合習近平打虎 他跟習近平是穿一條褲子的啊你別告訴啊 雖然後來王岐山被習近平卸磨殺驢弄了一個什麼國家副主席 然後對王岐山底下手下的大秘經常的抓捕 讓王岐山感覺到戰戰兢兢但是王岐山在十八大剛接任中紀委書記之後 他是全力的輔助習近平打擊習近平一切什麼 需要掃清的政治障礙包括李克強所以王岐山曾經在政治局常委會上面 曾經警告過李克強告訴李克強不是什麼黨政分開是黨政分工 我們不存在黨政能分開的問題黨領導一切黨內只有分工不同 你作為國務院總理你主管政府工作但是嘛要接受黨的領導 黨只有唯一的核心就是我們習主席所以說王岐山當時這個表態的話 那麼習近平肯定很高興而李克強這顯然是沒有任何招架之力了 一個習近平就已經把他的權力剝奪就差不多了 再出來一個王岐山啊虧好李克強是個清官啊 如果李克強也是個貪官也是家族裡面貪腐累累 大量的侵吞國家資產那老王直接就把你辦了 所以說呢你就可以看到在中共的這個高層裡面啊 尖銳的這個鬥爭都是什麼今天是你明天是他 今天是同一個戰壕大家一起奮戰的戰友 明天就是吃刀見紅的敵人所以說習近平在他執政中共這麼十幾年 沒有哪一個他所謂同戰壕的戰友他不可以打擊的 因此連他的恩師胡錦濤都給他在二十大主機台上架走 那麼你想想看習近平還有對哪一個人能手下留情的呢 那麼這次李克強的這個規格很多老百姓都覺得 為什麼不能給李克強一個國葬呢 他作為政治局常委作為前任的國家總理黨內的二號人物 他完全達到就是國葬這個水平吧 那麼習近平是肯定不會給你李克強有國葬的水平的 他翻出來的就是中共在九十年代曾經立過一個什麼文件 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共曾經訂下了一個 常委吊賞的一個規格的這麼一個文件 說是黨內無論職務高低但是他說除特殊情況之外了 所有的黨員幹部他的商葬禮儀呢一律從簡 盡量就是不開追悼會 最多是搞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火化呢 就結束所有的這個喪失這是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經中央呢發過這麼一個文件 那麼這個文件講除了特殊情況特殊情況指的是誰 就是指的核心領導人當時這個核心領導人明確就定下來只有鄧小平江澤民 因為當時江澤民已經是主族了而鄧小平當時還活著啊 就說只有是黨的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三代領導人江澤民 他們才能夠符合國葬這個所謂特殊情況來處理按照這樣來講的話 就是中共所有政治局的常委包括像李鵬啊萬里啊 喬什啊就是這些已故的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他們一律就是按照現在就是李克強這個規格呢 按照常委的規格就辦一個遺體告別儀式 在任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場向他鞠躬致敬 然後呢送走他火化這件事就了啦 只有什麼江澤民可以參照鄧小平的這個規格 未來也就是可以說只有胡錦濤或者是習近平 他們死了以後可以按照國葬的這個條件 讓他們呢享受呢核心領導人的待遇 最終火化完以後 那麼這個遺體呢是可以把骨灰撒往江河湖海 那麼尊重他本人的想法啦 鄧小平是撒掉了江澤民也撒掉了 那麼李克強是不是撒掉 那麼我們還要等待報道 我覺得不會撒掉因為陳鴻呢他是絕對需要有一個哀悼自己先附 他悼念他自己的這麼一個場地的 也就是李克強完全可以嘛是樹作一座封碑的 那這個封碑可以這樣講是至少是立在陳鴻 和立在中國很多老百姓的心裡面 你可以看到李克強整個遺體告別儀式 放在正中間的花圈是李克強的遺孀陳鴻 他率女兒向李克強進獻的 這個碗簾上寫著叫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陳鴻携女兒進獻 也就是至少陳鴻對李克強的去世 他是完全不能接受李克強就突然抱兵而亡了 在這之前李克強可以講氣色啊身體狀況樣樣都很好 哪來什麼心臟病啊他如果正有心臟病 醫生會同意他隨隨便便下游泳池游泳嗎 你聽說有幾個心臟病他如果是這個心臟還比較厲害的 醫生會允許你去游泳 更何況李克強是黨後國家正國際領導人 他身邊的那些保健護士保健醫生對李克強的身體是了如智掌 怎麼可能他有心臟病的情況下同意他游泳呢 顯然他根本就沒這種毛病吧 那沒這種毛病怎麼現在又爆出了一個什麼心臟病突發心肌梗死 然後呢最終導致他的死亡呢 從哪裡來的呢要么是這個所有的專家組的醫生護士都失職了 要么就是陰謀嘛你還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我是反復翻看了就是中共高級領導人向李克強遺體告別的那個場面 看到了七常委加上韓正全部出席了 尤其是習近平和彭麗媛曾經在李克強的遺體之前三居公 彭麗媛的那個表情呢那倒是我在新聞照片上第一次看到 確確實實呢是顯示出很悲傷 那麼所有的常委呢都在李克強的遺體面前居公致議 其中李希就是中紀委書記的李希呢 他那個居公呢達到了九十度 也就是說李希至少心裡面能夠有這種感念 就是沒碰到過那麼連結的常委 作為中紀委書記他不清楚李克強家族乾淨不乾淨吧 大家是否還看到在悼念李克強所有群眾表達 對李克強悼念送的那些大量的鮮花當中有人送過一條皮帶來的 那為什麼要送一條皮帶很多人不理解啊 送一條皮帶加在鮮花裡面是幹什麼的呢 那實際上就是李克強在前幾年他曾經在一次視察過程中 他紮的那條舊皮帶呢被群眾呢留意過 也就是李克強他有一條皮帶 那個舊的每一個皮帶夠眼啊 那個上面的那個皮呢都已經破損了 那麼李克強難道就買不起一條新皮帶嗎 不是買不起更不是李克強裝 而是李克強呢一向接見 他認為自己的舊皮帶呢能用就用 因為我們都紮過皮帶嘛 紮皮帶大家都喜歡紮什麼那個舊皮帶 新皮帶剛剛寄到身上沒有相當一段時間的適應啊 這個皮帶累了以後呢非常不舒服 舊皮帶呢大家乍慣了 往往它是比較舒服尤其是那種純牛皮的皮帶 只不過那個皮帶扣眼呢全部壞了呢 真的是不符合大國總理呢他自己的儀表風範的 所以說呢老百姓就看到了不管是對總理的心疼 還是對總理的節儉他的一種敬佩 所以呢就有人呢給總理送了一條新皮帶來 希望總理呢一路走好 能夠乍到他那個不要太破損的皮帶呢能夠呢一路走好 那麼這都是群眾表達對李克強最朴素的一種送別之情 如果李克強不是因為他本身是連結的 別人能做得到這一點嗎 李克強雖然沒有什麼詮釋也沒辦過什麼大的功績 也不可能為老百姓能解決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就憑他自身的節償自豪就引起群眾對他的共鳴 更何況我多次強調對所有李克強的悼念之情 都是因為群眾找了一個發洩口來發洩對習近平的憤怒 而習近平呢他又不敢呢刻意去壓低呢李克強的這個悼念的規格 就說習近平他是有尷尬的 他的尷尬在於他希望強力的壓制民間的紀念活動 不能夠把這個紀念活動呢讓他呢就是噴湧爆發 導致再次發生的1976年四五運動因為導念周恩來 然後把矛頭對準毛澤東以及1989年因為導念胡耀邦 最終形成了八九民主血潮 一旦發生到這種大規模的全國性的集會活動 那習近平要考慮共產黨會不會立即下台 他習近平會不會立馬被送上審判台的問題呢 所以呢習近平特別怕他要強力的壓制民間對悼念李克強 形成的這個活動的這個規模但是呢李克強又是中共頂層領導人之一 十年共識的戰友也就是現在政治局的委員 大部分都是李克強的下屬剛剛退休的這些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幾乎都是跟李克強十年在一起共識的內閣成員 你怎麼能不讓這些人表達他們的紀念之情呢 所以中共呢他沒辦法冠冕堂皇去發文禁止所有悼念李克強的各種紀念活動呢 不允許別人做但是呢只能是暗測測的 然後在網上又是刪帖了內部又是發文件了 不讓人家去對李克強有大規模的悼念活動了 包括這次下半期那也僅僅是中共所宣布的 什麼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各個領事館各個沿海海關關口口岸 但是大量的政府部門大量的一些政府機關他們並沒有全部下半期啊 這個是符合習近平心裡面的想法的 也就是習近平寄希望盡可能的低規格的辦理葬禮 又限於呢共產黨一個規則必須呢 你要給李克強一個相當於政國級常委的待遇 那麼在李克強這個八寶山告別議事上面呢 是允許一部分受到批准的李克強生前的這些親朋好友呢過來悼念的 其中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呢是受所有同學的阻撥 他最終呢以學生代表與當年李克強的這個校友的身份呢 來參加了告別儀式 那麼他說他是八十年代的畢業生 得知他自己有幸代表大家來參加告別儀式之後 很多同學校友學長都突然轉達對陳宏呢三點之一 所以說他見到陳宏以後 他說他就對陳宏大姐呢說了三句話 他說第一句話就是所有的學長學友們都希望大姐能保重身體 他說第二句話他說陳大姐請你相信歷史是人民寫的 他說陳大姐當我聽到我說的第二句話時候幾乎不能自治 第三句話他說古話也有四個字的一句叫做奇為春秋 也就是告訴陳大姐李克強他一生的這個功過 是由歷史所寫是由人民所寫的 那陳大姐完全理解這幾句話 他說我感覺到陳宏大姐完全理解我表達的這幾句話 而且他很激動聽到這幾句話呢 然後我就跟克強學長他的女兒說的這句話就是 請你替我們大家照顧好你的媽媽你的爸爸克強他永遠活在我們大家的心中 之所以民眾對李克強表達這種樸素的感情 很多李克強身邊的這些不舊好友都知道李克強比較廉潔 他形成的原因呢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 因為李克強是標標準準的團幹 你可以看像李克強啊汪洋啊這一類通過團中央所成長的大量的團幹呢都是比較廉潔的 原因是什麼呢中國的團幹基本上是當寵物所養的 也就是他們在學生年代十七八歲或者二十歲左右 在中學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被黨組織看中了 黨組織就培養了這時候這些學生他們手上沒有權力 只是一心想跟黨走接受黨組織的栽培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哪個上級都讓他看到 你這個年輕幹部要得到培養一定要兩袖清風啊 絕對不能占染各種前色所有毀掉你虔誠的事啊 因此李克強啊胡錦濤啊汪洋啊李源潮啊一大批團幹呢 他們基本上都是按照這條道路在上身的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自己是絕對的言語力氣絕對是節身自豪的 所以這個團幹的這個群體裡面出現那種非常貪腐非常好色的人是不多的 有肯定有因為人的貪欲在這尤其權力達到一定程度 認為自己已經一手遮天的時候什麼事都敢幹的 但是李克強他一直是處於上身狀態 他從來對自己呢都是要求非常非常嚴格 不光是他他還有一個好的夫人也就是陳鴻這個人也是相當相當自律的 從來沒有利用自己丈夫是國務院總理利用丈夫的權勢利用丈夫的名聲 自己呢招搖過世呢高調詩人他一向是低調的默默不聞 在學校裡面當好老師就行了 李克強夫人陳鴻曾經有個段子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這是大致在李克強擔任總理就是那一兩年以後 當時網易新聞所爆發的在互聯網上傳播很廣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段子 說陳鴻本人因為在首都經貿大學當教授 他的外語精通學慣中西 他的這個研究生呢都是非常非常優秀的學生 他曾經帶著一個研究生的家長呢 恰好是吉林省的副省長 這個人到北京來開會順便過來看看女兒 那他女兒就介紹自己的導師陳教授啊特別優秀 在學業上給自己的指導特別進行 所以自己非常非常崇拜 和自己呢非常尊敬自己的這個陳教授 那副省長一聽就非常高興啊 覺得自己女兒遇到一位好老師 他很想呢敬這個家長之情就請老師吃頓飯 表達一下家長對自己女兒的恩師的一個感激之情 這個呢我想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碰到你的孩子遇到一位好老師 你也願意敬你的能力請老師吃頓飯 表達一下對老師的致敬呢 所以副省長呢他為了感謝陳鴻教授照顧自己的女兒 就馬上讓他的秘書呢在北京呢高檔的飯店 安排吃頓飯來感謝陳老師 同時呢他在電話裡面就跟陳老師就說 那麼作為省領導請你來吃飯 那麼你順便呢把你老公也叫上 那麼陳鴻就趕緊跟他說我老公很忙啊 他們恐怕沒有時間能出席我們這個飯局 那副省長當時就不高興了啊 人家八屆省領導來參加省領導的宴請還來不及 怎麼我請你吃飯你老公特別忙你老公不能參加宴請你老公什麼人啊 所以他很生氣就說我一個副省長請客你老公都沒有時間嗎 他做什麼工作的啊 陳教授最終是只能以示相告告訴他我老公在國務院工作 你一定要問他在國務院幹什麼 那麼他就是李克強 副省長當場就傻眼了啊 哎呀他再也沒想到他女兒的老師居然就是總理夫人啊 這是誰巴結誰啊 這個段子呢是不是事實不一定但是陳鴻的低調 他周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總理夫人的事 這是肯定是確實的 因此陳鴻他本人這麼多年來輔助丈夫 從來跟丈夫都是相如與沒 絕對不存在就是勸丈夫怎麼去獲得權力 怎麼樣去接黨臨死怎麼樣去搞黨內鬥爭 然後大量的賣官欲決貪撞妄法 絕對他不是這樣的人 這也是人們對總理夫婦兩口的對他的尊敬的一個來源 要不怎麼是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悼念總理呢 那是因為北京強制不允許老百姓上街不允許老百姓形成這種悼念總理的規模啊 否則的話早就是十里長街送總理啊 不是北京強力壓制哪怕你不壓制你讓人民自發 我告訴你啊長安街送別總理凌晨的道路能夠從長安街排到八寶山 這也是李克強北大的校友在看望陳鴻的時候 對他轉達的那句話就告訴你民心相悲 也就是民心相悲老百姓心中都一敢稱 當你這個領導人離開這個世界時候 老百姓無限的懷念你送上來的都是鮮花送上來的都是懷念 而如果你是暴君死掉那只可能什麼是舉國同慶大家呢是放鞭炮 因此是有懷念那當然就是民心同在有飲酒有莆天同慶 那就是希望暴君早點滅亡 所以說呢在整個這個悼念李克強的隊伍裡面我們也看到了呢 其中有知名的這個企業家北大的校友余敏洪手持一束鮮花前來悼念 余敏洪本人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系語系的 他後來成立了新東方集團 新東方集團是高歌猛進在改革開放這麼幾十年裡面 新東方辦的什麼是辦的是如火如荼 但是習近平露頭一瓶冷水就把整個新東方一掌拍死了 那麼作為余敏洪他來懷念自己北大的校友作為知名企業家來看望總理李克強 我覺得這是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改革開放以後奮鬥起來的企業家 他們對總理的一種懷念北大的這些學生裡面呢高官很多 七七級七八級做到省部級正部級的官員非常非常多知名企業家也非常多 他們最終呢給總理呢就送來了這麼一副對聯叫做六億平民溫飽懷心底直輸胸襟言猶在耳萬里長江波濤難倒流 堅守開放進城遺言也就是呢 無論是李克強過去的不就他的這些學友以及他自己同仇為官的很多他的幕僚 這些人說句的話如果達到李克強的連結 或者是由李克強的這種讓人民懷念讓人民紀念的這種情形 他們呢在他們自己身後是未必看得到的 也就是李克強的離世無論是國內的這個輿情國內的民情還是國際政要 他們都知道李克強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呢是形成了老百姓對他敬仰和懷念之情的 所以你看所有被中共所痛罵的帝國主義全部在下半期哇 日本駐華大使館也在下半期美國駐華使館也在下半期 美國總統美國國務卿第一天在得知李克強去世消息以後 在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候他關心的第一句話就是向李克強家裡面質疑 所以說美國日本英法德義加拿大激其國家的首腦全部表達了對李克強去世的慰問 全部通過自己的使領館將半期來悼念什麼來悼念李克強 而相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個也沒看到他們慰問啊 普京也好三胖也好伊朗塔利班哈馬斯他們哪一個人會來去慰問呢 因為他們都知道習近平的心思啊就像普里格金死了以後 習近平會去慰問一下普里格金家裡面對他的這個死表示哀悼嗎 三胖的哥哥金正南死了習近平會不會去慰問一下金正南的夫人 金正南的家裡面人跟他們講哎呀你死了好可惜 獨裁者的心裡都是相通的啊所以說呢這些人都知道習近平的心思 他們顯然不會去慰問什麼李克強嘛 那麼李克強究竟值不值得紀念這個在網上已經爭論了很多天了 我多次強調過人們去悼念李克強並不是李克強這個人多麼偉大 做出什麼豐功偉績而是呢通過悼念李克強來發洩自己對習近平的不滿 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李克強這個人顯然什麼他本人是高峰亮節的 至少李克強這個人不貪不服在整個共產黨高官一群貪章妄法的塑鼠中 他已經算是清流了因此就不斷地有網友在網上登出這麼一片帖子 就是對南朝有一個官叫陶洪瑾陶洪瑾他因為對朝廷昏庸不愧 他最終不滿他辭官回家至此以後不再設置政壇 但是他聽聞上述審約去世以後還是難過備至他寫下了著名的詩句 叫做我有數行內不落十餘年今日未軍進並撒秋風錢 當時馬上就有文人雅士評論說審約固然是個人才 但是政資平平沒有為國家做過什麼大事 為何你要這麼去痛心去悼念他呢? 陶洪瑾就回答不然曹剛祭廢同僚寢壓審作商能左耳清流努力相爭實屬不易 若不及時勉勵定會令同朝者善心盡商 蘇信同流何物 以致見嫌四騎之路徹底荒腿 這大德永不盡大道永不成 所以說呢你從這個陶洪瑾他懷念審約的這篇道文裡面就可以看出 他勉勵的並不是你做出什麼偉大的成績 並不說你的道德有多麼高尚而是什麼至少你是保證自己的就是左耳清流能夠出玉泥而不然嘛 所以說從這一點上來講李克強被人民悼念無論是他自己本身皆身自豪還是說李克強大家把他跟習近平相比 覺得他十年這個宰相這個總理當的實在是太惡了 人們對李克強的愛戴是出自對習近平的痛恨之上的希望什麼希望這個國家能夠一掃陰霾 希望像習近平這種專制獨裁的這種暴君呢早點暴亡能夠讓一大批類似於像李克強這種 勤勤懇懇處理不然的這些清官式的人物能夠好好的為老百姓辦幾件事為老百姓說幾句實話 改變中國老百姓還有六億人收入只有每個月一千塊的這個現狀 這是老百姓懷念李克強的一個真實原因 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謝謝大家